早呀早,早呀早,怎么看不见他呢?走去哪里了呢? 哎呀,小朋友们,请问老师要找一个人,尼尔森老师不见了。 你有看到尼尔森老师吗?他跑去哪里了呢?我找不到他。 这里有一本书,说明为尼尔森老师不见了。 这本书是由哈利·阿拉德所写,在由詹姆斯·马歇尔所花的图,另外是由尼小冬所翻译的书。 那小朋友们,请问老师在想,也许透过这一个故事,尼尔森老师不见了。 请问老师就会知道尼尔森老师到底跑去哪里了,你们想不想知道尼尔森老师为什么会不见了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本书吧。 尼尔森老师不见了。 看,这里是207教室。 你们看这些小朋友们,他们都很吵哦。 沾着一些口水的纸团,也粘到了天花板上去。 纸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他们是整个学校里表现最差的学生。 嗨,惊下来。 尼尔森老师的声音甜甜的。 小朋友们,惊下来。 可是,小朋友们不会马上安静下来。 他们还是会继续的吵。 看,他们还在窃窃的词语,咯咯咯咯咯的发出怪笑。 哈哈哈哈,他们还在扭来扭去,咯咯咯咯咯咯咯。 甚至,老师在讲故事的时候,他们也胡闹。 你们看 他们从来都不会好好的做功课 哎呀 老师想 一定要想办法了 第二天的早上 尼尔生老师没有来学校 哎哟 老师没有来学校 这回我们可以玩到够了 他们就开始揉更多的口水子团 而跌更多的紫飞机 今天就让我们随便乱乱玩吧 小朋友们一起的说 别高兴得太早了 一个粗粗的声音突然间响了起来 那是谁的声音呢 哎呀 小朋友们 你们看 一个女人站在他们的面前 穿着一件丑肉的黑色黏衣裙 我是你们的新老师 威奥拉斯旺福老师 他拿着尺 啪啪啪啪啪啪 都敲着了讲台 你也是老师在哪里呢 小朋友们都问 不关你们的事 斯旺福老师打断了话 打开数学课本 你也是老师的小朋友们 乖乖地照着做了 他们看得出 这斯旺福老师是一个真正的女物 好可怕呀 他说一就不可以讲二 他让他们立刻投入学习 看 他还给他们很多的功课做呢 今天我们要取消所有讲故事的时间 斯旺福老师说 闭上你们的嘴巴 给我做好 你们要是不守己律的话 就不会给你们有好日子过的 哇 这老师好凶哦 207教室的小朋友们 从来没有像这样努力学习过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你耳生老师一点消息也没有 小朋友们开始想念你耳生老师了 他到底去了哪里了呢 也许我们该想想办法找到老师 于是 你们看 这些小朋友就去了警察局 迈克斯默格警探就负责这一件案子 他听了听小朋友们的说法 就在想 嗯 我在猜哦 你们的你耳生老师应该是失踪了 不见了 我帮不了你们太大的忙 啊 老师不见了 那又有一些小朋友就去了你耳生老师的家 窗帘拉得紧紧的 也没有人来开门 不过小朋友 你们看 他们却看见了另一个人走了过来 那是谁呀 那是可怕的威奥拉斯旺普老师 他正从街上走来 要是他发现了我们 就会不知更多的工程给我们做了 小朋友们快快的跑开了 也许你耳生老师会不会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呢 他会不会被鲨鱼一口吞掉了 有一个小朋友这么的问道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老师有可能被鲨鱼一口吞掉了吗 哦 又到了另外一个小朋友说 会不会他飞到火星上去了 飞到火星上去了 那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又到另一个号称万事通 什么都知道的孩子就大声的说 我知道 也许你耳生老师的汽车 他被一大群很生气的蝴蝶带走了 被一群很生气的蝴蝶带走了 小朋友们 这有没有可能呢 不过在所有的猜想中 这应该是最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了 207教室的小朋友们 一个两个都非常的伤心 也许你耳生老师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们永远都摆脱不了 威奥拉斯旺普老师了 这时他们听到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 那那个女巫又来了 小朋友们悄悄地说 大家好小朋友们 一个甜甜的声音响了起来 那是谁的声音呢 看是你耳生老师 你们想念我吗 他问小朋友们 我们当然想了 全班的孩子都大声地回答 老师你去了哪里了 这是我的小秘密 你耳生老师说 那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好吗 哦太好了 你耳生老师注意到 在讲故事的时候 没有小朋友吵吵闹闹 也没有人在发呆 到底是什么原因 带来了这可惜的变化呀 小朋友们 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呀 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说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 那你还记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都变得乖乖吗 你耳生老师回到家里的时候 就把他的外套脱下 把衣服挂进了衣橱 刚刚好就挂在一条 很丑肉的黑色黏衣裙旁边 你们知道那丑肉的黑色黏衣裙 是谁的吗 睡觉的时候 老师哼起了一些的歌曲 我绝对不能说出真相 这是我的秘密 你耳生老师微笑的自言自语 那你们说 老师的秘密是什么呢 这时候呀 就轮到了迈克斯 莫格警探就开始要借一件新的案子了 他就在想 哎呀 你耳生老师回来了 又再不见另外一个人呢 那就是 威奥拉斯旺普老师 他跑到哪里去了呢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到底谁是威奥拉斯旺普老师吗 哇 太好了 你耳生老师回来了 我们找到你耳生老师了 那小朋友们 你们的老师呢 你们的老师有没有不见了 你们有没有找到你们的老师呢 那在今天是教师节 小朋友们 你们记得要打一个电话给你的老师 或者是发一个信息给你的老师 告诉老师 教师节快乐 是的 今天是教师节 请问老师要在这里对所有的老师们说 老师 辛苦了 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好